清廷不给北洋海军发军费 不是因为没钱 而是因为钱没花在正地方上 清朝在进入到光绪朝以后 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 一边是同治皇帝家帮小光绪继位 慈禧在各种斗争当中加速揽权 结果南方太平天国起义 又让江南地区这个富士重地 损失了将近一个亿的人口 国家财政确实是捉襟见肘 偏偏此刻西方势力入侵 所以大清此刻确实不好过 可就算不好过 在甲午战争以前 大清的税收入也有八千万两左右 刨出去必要的开支也能剩下个几百万 那这些钱都去哪了呢 我们看一下就在甲午战争爆发的那几年 清朝有哪些重要的开支 首先是为了让还政后的慈禧能够安心养老 花了六百万两修建颐和园 然后是光绪皇帝大婚亲政大典 又花了五百四十万 而甲午战争爆发的那一年 慈禧六十大寿又准备了一千万两银子 用来庆祝活动 虽然这场生日宴因为甲午战败冷清收场 可这笔钱是不可能有人敢去动的 而北洋海军的军舰需要多少钱呢 就以镇远定远为例 这两艘顶级军舰一共也才花了二百八十二万 远不及光绪皇帝结婚花的多 而日本那边呢 虽然经济总体不如清朝 可每年有百分之四十的收入 都加入到了海军当中 我们经常看影视剧里说 明智天皇连饭都舍不得吃给海军攒钱 实际上他那几顿饭钱根本没有什么作用 这一番的结衣缩食 目的是为了鼓动日本的民众买短期的国债 毕竟连天皇都不吃饭了 你老百姓买点国债也不算坑人 就在这数十倍的杠杆侠借下 日军才有了钱购买大量的新式军舰 北洋海军在1888年建立的时候 就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九 可这支军队在建立之后 连续六年就没再更新过设备 可偏偏就是在这六年当中 世界海军的建设工业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过在大秦朝廷眼里 海军只是为了维护封建地制稳定的工具 你别看它是满人建立的国家 但是统治者对几千年来 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的管理模式 已经是非常了解了 当朝局混乱时 那就要不断地加强中央集权 平衡各方的力量 保证王朝的持续 太平天国被平定之后 新崛起的乡军淮军 成了朝廷无法解决的新病 北洋海军建立之后 在朝廷眼中 这更像是李鸿章的私人武装 对于满汉脂肪大于天的蜻蜓而言 无疑是坐立难安 那这笔钱哪怕不过生日 也不可能用在海军当中 我们都说战争是正确的延续 当历史进入到近代化进程当中 以维持家庭下为目的的大清 注定是赢不了现代化战争的